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是知道萧妍心中所想 新兰连忙辩解说道 这个不用担心 九龙雷刚火是焚烟谷的传承之物 也算是有主之物 但我所说的这个一火 虽然与丹塔有关 可到现在却还是无主之物 只要有能力 那便是有缘人能得之 这一点 即便是丹塔 也不会如何反对的 毕竟 丹塔可不是焚烟谷 它们在大陆上拥有着颇为特殊的地位 萧妍的眉头微微的缓解了一点 看了一旁苏谦 见到后者微微的点头 方才说道 嗯 你说得清楚一点 另外 既然你知道这些 那么也应该知道那究竟是何种异火吧 萧妍大哥请放心 新兰相信 丹塔的那种异火一定会让你心动的 新兰奄然一笑 旋即微微仰仰雪白的下巴 说 不知道萧妍大哥是否听说过三千燕烟火呢 三千燕烟火 听着这个名字 萧妍仙是一愣 旋即漆黑的眼眸中猛然爆发出炽热的神采 如今他也算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六品炼药师了 因此 对于那一火榜的众多一火 也了解得非常之详细 这三千一燕火 他自然也是知道一些的 三千一燕火 别名又被称之为三千星空一燕火 一火榜上排名第九位 这要论起来呀 比要老的古灵冷火排名还要高上两位 这种一火说起来 那算是一火榜上众一火中颇为飘渺难寻的一类 因为呀 他并非是存在于大地之中 而是在遥遥的星空之中形成 古迹曾有过记载 三千一燕火形成 天降引火 千里之地如沙漠 昼夜不分 星辰不现 要日不出 由于身处星空那寻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故而 三千一燕火一般的存在时间 将会比其他一火更加长远一些 而也正因为如此 方才给予了它足够的进化时间 所以说 大多被发现的三千一燕火 都是属于那种灵质颇高的超级天地灵物 即便是找得到 可是想要把它抓回来 也是极难的事 当然 最令的硝烟心动的并非是这三千一燕火那高高的排名 而是这种一火拥有着一种格外的特殊的能力 那便是传说中三千星辰体质 当然 这是叫得好听的 一些曾经与拥有过三千一燕火的人战斗过的强者 将之称为不死体 有这种怪异的名称 主要是因为 这三千一燕火 能够令得拥有它的人 生命力变得异常的顽强 就犹如魔兽中最令人恶心的魔张兽一般 不管遭到何种猛烈的攻击 却能够迅速的痊愈伤势 因而战斗力的速度也是恢复加速 而与拥有这种不死体的人战斗 便是得尽可能的将之彻底击杀 否则的话 只要让他还能残余下一口气 他就能再度变得生龙活虎 而这恢复的速度 就只需看伤势的严重程度 因此 拥有这三千一燕火的强者 一般很少有人乐意和他们结成死敌 毕竟不管是谁 有了一个生命力堪比魔兽般顽强的敌人 那都将会寝食难 当然 这也并非说是拥有了这三千一燕火 就真的成了不死人 有时候所受的伤势过重 那三千一燕火也是难以彻底修补 比如 什么心脏啊 脑袋啊 等等这些要害部位 遭到真正的致命攻击 那即便是三千一燕火 也难以修复 特别如果是遇见一些实力远超自己的强者 对方恐怕不会给你丝毫恢复的机会 直接彻底毁灭 到时候不管什么不死体 都是没有丝毫用处的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 可一般说来 谁拥有了这所谓的三千一燕火 那么他的生命力就会进化到一个颇为可怕的地步 这一点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拥有着毋庸置疑的吸引力 毕竟 谁都希望自己的生命得到更加完善和安全的保障 这一点 即便是萧妍 也毫不例外 望着萧妍这般神情 新兰脸颊上的笑容更甚了 他笑吟吟的说 没错 他正是一火榜上排名第九的三千一燕火 萧大哥对他可有兴趣啊 恐怕是个人 都会对他感兴趣的 不过 如果这三千一燕火 真是在丹塔之中 如此珍惜的一火 他们定然会保护得异常森严 想要得到谈何容易 一旁的苏谦也微微点头 旋即沉声说道 不愧是丹塔呀 竟然拥有着这种排名的一火 但也正如萧妍所说 如此珍贵的一火 即便能够从他们手里夺过来 怕也是会引起他们的敌对 说实在的 虽然三千一燕火珍贵 但为了他得罪丹塔 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毕竟 丹塔在大陆上拥有的能量可着实不小啊 就算是你老师 虽然当年并未答应加入丹塔 可是对他们也颇为忌惮 听着苏谦的话 萧妍脸庞上的笑容微微的收敛 对于那所谓的丹塔 他知道的并不多 但他也知道 汇聚着全大陆最为顶尖的 而且被所有炼药师视为心中圣地的地方 必然不是什么寻常势力 与他们结仇可是相当不明智的事情啊 见到萧妍的模样 欣蓝唯唯一笑说 哼 这一点 萧妍大哥尽管放心 若是你能把那三千一燕火收入囊中 那也只是你的本事 丹塔定然不会因此与你结怨的 因为那三千一燕火只是被丹塔发现 还并未被他们收服 说实在的 丹塔发现的三千一燕火 已经有了不少时间了 这期间 丹塔中的强者自然也试图将之收服 但最后却是徒劳勿工 反而在那三千一燕火的反抗下 出现过不小的损失 于是 丹塔只能将其封印起来 当然 这种封印自然不能保持长久 毕竟 三千一燕火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 萧妍缓缓缓地坐回椅子 目光望得心蓝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丹塔也是发现了 想要强行收服这已经进化出不低灵质的三千一燕火 困难度实在太大了 所以他们经过商量决策 将收服这三千一燕火的资格 外发出去 外发出去 文言 萧妍和苏千都是恶然地低下头来 这丹塔竟然舍得让别人来收服这三千一燕火 当然 这个外发自然也是有着限制的 斗骑大陆每三十年 会举办一次炼药界最为盛大 和影响力的丹汇 而且有资格主持的势力 自然便只有丹塔 丹汇 萧妍喃喃地嘀咕了一声 这个丹汇啊 是斗骑大陆上难得一遇的盛事 无数来自大陆各地的炼丹奇才 都将会在这里博弈 而成功者自然将会冥满天下 我记得呀 你的老师当年也曾经获得过一次丹汇的冠军 而也正是那个时候 你的老师方才逐渐成为 斗骑大陆上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啊 哦 萧妍再度一愣 他没想到老师竟然也曾经参加过这所谓的丹汇 一旁的新兰听了这些话 倒是愣了愣 旋即 驾意地望着萧妍 他从中州而来 自然非常清楚丹汇的每一届冠军象征着什么 丹塔的三大巨头可都是曾经成为过丹汇的冠军 他倒是没想到萧妍那所谓的老师来头竟然如此之大 难怪他能够在这般年纪就取得如此成就了 萧妍微眯着眼眸轻声地说道 那 所谓的外发资格 便是与这丹汇有关系了 嗯 新兰点了点头 微笑地说道 只要在丹汇中进入前十名 除开丹塔所给予丰厚的奖励 还会给予一次收服这三千一千火的资格 而成与不成 就得看您自己的本事了 所以说 若是萧妍大哥对自己有信心的话 或许可以参加丹汇 这可是得到三千一眼火的唯一正途呢 文言 萧妍缓缓缓地吐了口气 一抹炽热缓缓地攀爬上心头 身为年轻人 不管他平日里如何冷静 可其心中自然是有着 那种与天下群雄相争的豪气与愿望 特别是这之中 还有着三千一眼火的超级诱惑 见到萧妍眼中示热 新兰皎洁的一笑说 萧大哥 我的这个线索 可值得你保证 萧妍嘴角微尖 一抹糊涂缓缓缓地扩大 天刻后 朗笑着重重点头说 哈哈哈哈 直 见到萧妍点头 新兰方才彻底地放下了压在心中的大石头 他脸颊之上涌现了一抹发自内心的笑容 忍住心中的激动 奄然笑道 那既然如此 就祝我们合作愉快了 萧妍笑了笑 说实在的 他心中的激动 不比新兰若多少 这么久了 他终于得到了另外一种一伙的线索 虽说距离想要得到的那所谓的三千一眼火 还有着老远的距离 可至少 现在的萧妍已经有了一个目标 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毫无目的地四处寻觅了 新兰 抬起一对清澈的大眼睛 略有些迫切地问道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嘉南学院到中州还有着不短的距离呢 先等我把内院的天分练气塔搞定吧 萧妍笑着回答 他虽然心中也是迫不及待的 便想要去那所谓的中州 可如果现在就跑路的话 恐怕会直接被苏谦大长老一巴掌拍死在这 有什么好奇的 就算你这丫头能请动硝烟 可依他如今的炼药术 恐怕还并不能直接令得你家族重新进入长老心 六品炼药师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许少见 但是在丹塔之中可不算什么顶尖好手 这一点你应该最清楚吧 嗯 这个新兰自然知道 不过萧妍大哥能够在这般年纪就成为六品炼药师 如此的天赋 就算是丹塔之中也不多见了 所以新兰对他可是相当有信心的 似是知道苏谦 对自己直接把硝烟给拉走有些愤愤 新兰也是俏皮的娇笑着 苏谦白了新兰一眼 旋即目光转向硝烟 叹了口气说 哎 我知道 你这小子身上背的东西不少 所以迫切的需要增强实力 说实在的 中州那块地方啊 的确是磨练人的好地方 那里是大陆真正的顶尖强者 与势力聚集的地方 你若是能够在这里闯出一些名堂 对你的确有着不少的好处啊 但是也得多多小心 那里可不再是黑角域这些地方 所以形势要谨慎一点 至于那所谓的丹汇 含金量算是炼药界中最重的大汇 虽说你如今的炼药术颇为优秀 但想要冲进前十 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啊 听着苏谦话语中的提醒 萧衍心头一暖 点了点头 能够成为全大陆的炼药师心中的圣地 他自然是明白 汇聚在这里的炼药师 必然都有着几把刷子 谁也不会是省油的灯 苏谦挥了挥手 笑着说道 好了 今天天色不早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住所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明天再来商议补充天坟炼气塔心炎的事 文言 萧炼和新兰都点了点头 对着苏谦攻身行了一礼 然后缓缓的退出了议事厅 望着退出大门的两个人 苏谦方才轻叹了口气 喃喃说道 中州啊 好多年没再去过了 真是怀念啊 不过现在 怕都是年轻人的天下咯 走出了议事厅 天色已经完全的暗了下来 天空之上闪烁着点点星光 淡淡的月光清洒而下 令得人皮肤略感一阵凉意 出门之后 萧炼与新兰略做了交谈 也是分了开去 然后按照苏谦所说 回到了备好的房间中 回房之后 萧炼直接狠狠倒在了柔软的床榻上 这段时间在黑角玉和这些家伙纠缠了这么久 也是令得他颇为疲惫 然而虽然精神略有些疲惫 但萧炼的眼中 却依旧是跳动着那难以掩饰的兴奋的光芒 今日得知了那所谓的三千一眼火的消息 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喜讯 但他嘴中难难地嘀咕着 萧炼心中略微有些期待 对于这个被许多炼药师 视为心中圣地的势力 他也是抱着不小的好奇心的 若是能够在那里闯出一片名声 或许老师也会感到相当欣慰吧 心中闪过这道念头 萧炼又是突然回想起先前苏谦的提醒 当下脸色略微的凝重 作为大陆中心的地带的中轴 那里的强者层次 必然将会远超加玛帝国 乃至黑角域这种地方 而以他如今的实力 即便是黑角域 尚还不敢说是能够肆无忌惮 那更别说大陆顶尖强者聚集的中轴了 看来 得多一点自保的手段了 不然的话 我到时候真遇到什么问题 恐怕连逃命都不行啊 舔了舔嘴唇 萧炼使劲的甩了甩头 将那丝皮被甩出脑后 然后盘腿坐于床榻之上 他屈指一弹 手指上的纳戒光芒微微闪烁 旋即一副足有丈曲宽大的骨翼 悬浮在面前 骨翼已成略显透明的玉色 看上去 晶莹剔透颇为的扬眼 在那骨骼之中 游离着许多宛如着具有灵质的物质 令得他整个看上去啊 充斥着一股异样的生机和活力 这玉石骨翼自然便是萧炼从黑黄宗那拍卖会中高价买到的神秘魔兽的双翼 而这个东西将会是炼制天燕九行翼的绝佳材料 若是能够炼制成功的话 萧炼日后的保命手段也多了一种 虽然还并没有亲自试过 但萧炼模糊的猜测也能知道 若是使用这对玉石骨翼炼制出天燕九行翼的话 他的速度恐怕是放眼斗宗强者层次中 应该也是难以寻找多少能够匹敌之人 而如此一来 萧炼这条小命也是多了不小的保障 好了朋友们 遇之后事如何敬请收听 斗破苍穹第六百五十八回